一课精选 好知识就在耳边 听见自由的声音 认识法国如何成为欧洲先驱 一课精选的朋友你好 我是黄伟文老师 法国史来到第四集咯 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全世界最知名的宫殿之一 那就是法国凡尔赛宫的前世今生 不过在正式介绍凡尔赛宫之前 我们一样要先做一点上一集的回顾 在上一集当中 我们聊到了法国的宗教内战 在1517年马丁路的改革之后 其实欧洲陷入了很多场的宗教战争 法国的宗教战争是其中之一 那当中有一位算是难配角的人物 她是玛歌皇后的丈夫 名字叫做亨利四世 那她也就是开启法国波旁王朝的开端 这位国王被昵称为好国王亨利 其实最后是死于一场暗杀 故事是这样的 西元1610年的三月 这时候的亨利四世是56岁 在这一天空气似乎都弥漫着不安的因子 不过她还是照常去教会做了弥撒 在半路上亨利四世遇到了她的朋友 于是她请车夫把马车停下来 好让自己能够跟朋友聊聊天 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红棕色头发的男子 他一个剑步冲进马车 并且就用手上的刀刺中了亨利四世 虽然当场刺客就被逮捕了起来 不过亨利四世被紧急送往 当时法国罗浮宫接受急救时 仍然回天法术 亨利四世按照天主教的传统 在临死前进行了浮游仪式 然后彻底闭上双眼 那么亨利四世为什么会被暗杀呢 原因就是出在我们一开始说的宗教改革 因为亨利四世即位之后 颁布了一项重要的诏令 叫做南特诏令 这个诏令让法国境内的修金拉派教徒们 总算拥有了信仰上的自由 但是同时也引起宗教狂热分子的不满 所以就有了这场可怕的暗杀行动 在亨利四世去世多年以后 时间来到了法国大革命期间 也就是18世纪 这些革命分子还曾经截略了安葬亨利四世的圣德尼斯教堂 这件事情过后亨利四世的头突然不见了 结果就有不少收藏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居然将亨利四世的头当作是收藏品 在收藏界轮流被转手 最后这个可怜的亨利四世的头 终于在21世纪 透过了19名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 进行漫长的验证过程后 确定了他的身份 并且由法国政府为他办第二次的国葬 上面这一些是有关亨利四世的历史冷知识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一集的主题 凡尔赛宫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认识凡尔赛宫 多半是因为他应该是法国历史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宫殿 但事实上在路易十三以前的法国国王 他们并不住在凡尔赛宫 而是在巴黎市区的罗浮宫以及杜勒利宫 当然说到这两个宫殿 相信你也应该不会太陌生吧 因为前往巴黎游玩的时候 如果不参观罗浮宫 看看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名画 好像就不算来到巴黎 那么你从罗浮宫离开 前往阿菲尔铁塔的路上 就会经过杜勒利花园 在这一带也是过去杜勒利宫的所在位置 只不过我们现在提到的杜勒利宫 在1817年的时候已经被焚毁了 在当年轮到路易十三当国王的时候 因为他非常喜欢狩猎 尤其在当时 他又特别喜欢到一座名为凡尔赛的村庄 因为这个村庄刚好地处两条大道的交叉处 除了交通方便以外 再加上这个地方 有山环绕 中年有山风吹拂 所以路易十三非常喜欢这里 然后他便开始建造房屋 居住过夜 不过相信有去过凡尔赛宫的朋友 也应该知道 这座宫殿确实距离巴黎市区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呢 一开始 路易十三建的房屋其实蛮朴素的 建材只是粗土灰石的历史 但后来因为他真的太喜欢这个地方了 就决定买下当时还属于巴黎大主教的这个贵族领地 认真的想在这里建造宫殿 这时候有一位建筑家 他拆了原来朴素的楼房 建造出一座用蓝色的石板 红色的砖头 还有白色的石头的建筑物 还被昵称为纸牌房屋 据说这个地方后来成为路易十三最重要的地点 而且也曾经是他金屋藏郊的地方 也就是说有许多他的情妇曾经住过这里 再接下来 那位我们期待已久的国王终于要登场了 身为路易十三的儿子 路易十四 他从小就被父亲耳濡目染 于是在他即位之后 也对凡尔赛宫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 因此他决定把这个村落的宫殿 打造成数一数二的皇宫 这个工程非常的浩大 前后总共花了二十六年的时间 当时负责建造凡尔赛宫的工程师们 为了要解决最重要的水源问题 就必须想办法把塞纳河 从一公里以外的地方 引到一座山丘上 然后在那里建造大型的水池来蓄水 而且这个大型的储水槽 甚至还一直沿用到了当代 另外在路易十四的规划下 他希望将这里打造成国王的玩乐之地 所以他修建了马厩 还有宽敞的厨房 用来满足路易十四非常喜欢吃美食的愿望 而且在这里还劝养了非常多的动物 国王也可以在城堡附近观赏稀有动物 品尝果实 时间到了1682年 路易十四正式宣布将法国的宫廷 从巴黎迁往凡尔赛 接着到了1688年 凡尔赛宫主体部分的建筑工程完工 不过整座宫殿和花园却是等到1710年才全部完成 最后这里摇身一变成为欧洲最大最雄伟的宫殿建筑群 也是法国的权力中心 乃至于欧洲的贵族活动中心 在路易十四的年代 当时欧洲的贵族们都把能够到法国宫廷去学习礼仪 感受艺术、时尚 当作最高的生活目标 甚至在全盛时期 皇宫中居住的皇宫贵族、主教还有仆人们 居然高达三万六千人之多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特色才造就了凡尔赛宫这么吸引人呢? 其实就是整个凡尔赛宫的宫殿是属于古典主义的建筑 外表呈现左右对称、轮廓整齐 内部装潢则是巴洛克风格为主 其中又有少数的厅堂为洛克克风 听到这里好像应该要来稍微认识一下 什么是巴洛克风、什么是洛克克风了吧 巴洛克风建筑简单来说特色就是豪华 然后非常强调艺术家的想象力 所以建筑物的外形会比较奔放 装饰和雕刻会华丽、色彩也强烈 另外巴洛克风建筑的风格 常常会有浓烈的宗教色彩 至于洛克克风 则是比巴洛克风的时间稍晚一点 它大概是从18世纪以后 继承巴洛克风的基础放在起来的 它比较注重在室内的装饰艺术 而不是建筑物的本体 洛克克风的装饰是繁琐 而且相当精致的 而且这个时候 欧洲还非常流行中国风的元素 也会体现在洛克克的风格上面 说到最典型的洛克克风格 应该就是凡尔赛宫的静听了 好了,我们再把话题拉回来 凡尔赛宫这样的建筑 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君王羡慕 以及仿效 比如说 俄国的彼得大帝 他在圣彼得堡修建下宫的时候 还有神圣罗马帝国在维也纳修建美全宫 都有凡尔赛宫的影子 这两座宫殿也是赫赫有名 相信也是许多人心神向往的地点呢 在这边我们还可以科普一下 记得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提到的水源问题吗 所以关于凡尔赛宫有一个传说 就是路易十四一生当中竟然只洗过七次澡 结果连带凡尔赛宫里面 能够清洗身体的地方也非常少 甚至还有传言说 凡尔赛宫里面是根本没有厕所的 那么这件事情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首先我们对于清洗身体这个概念 要来想象一下 因为住在东南亚的我们 很习惯天天洗澡 但是在不同气候纬度的人们 好像真的不是那么常需要天天洗澡 尤其是在那个年代的人 因为过去有黑死病的关系 这个疾病带给欧洲的人相当大的心理阴影 人们相信病菌会透过水来传染 所以生活在那个时候的人 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卫生观念 认为天天都需要洗澡 再来 法国古代的国王跟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 他们都有自己专用的马桶 在中国会称作官房 而在法国的凡尔赛宫 所有的房间都有一个隐蔽的角落 称作藏衣室 在这个藏衣室里面会有一把椅子 椅子里又镶嵌着陶瓷的叶弧 这种就算是原始的坐式马桶了 当然 王公贵族们的排泄物都会有仆人专人拿去清洗 而且在清洗之前 他们还会由医生来检查这些排泄物 简单来说就是透过排泄物去观察 王公贵族们的身体是否健康 这样的隐藏室厕所就跟中国非常相像 在北京的紫禁城里面 确实过去也非常少出现 公共厕所这样子的设施 因为王公贵族们都有所谓的官房 来当作私人的如厕工具 而一般的仆人跟侍卫 就只能跑得远远的 找到宫殿里的偏僻角落 来使用所谓的公厕 这种情况在凡尔赛宫也差不多 而且这个地方又因为向来就有水源取得不易的问题 所以该怎么处理清洗排泄物 就成为凡尔赛宫的隐忧 我们在言归正传继续回到宫殿的事情 这座宫殿占地面积高达110万平方公尺 大部分使用的建材是香槟色和奶油色的砖石建成 在皇宫当中有许多豪华的大厅 精心彩绘的天花板 精美的木质家具 还有装饰用的贝壳 及错综复杂的曲线等等 这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刚刚在介绍洛可可风格时 有提到的静听 相信你可能听说过 在静听当中 天花板上布满了描绘路易十四征战公鸡的壁画 在静听的一侧 还有一个大型的落地窗 它和阳台还有广阔的花园连接在一起 而另一侧的墙壁上 总共镶嵌了17面大型的镜子 每面都有483块镜片组成 白天的时候 访客们可以在室内 借由镜子观赏到花园的美景 到了晚上举办晚宴的时候 镜内镜外的烛光相互辉映 所以这里非常适合办化妆舞会呢 如果你想要感受看看 波旁王朝全盛时期到底是什么模样 那么来到凡尔赛宫的静听走一趟 相信绝对不会让人感到失望 另外 夏季的欧洲是旅游的旺季 如果你打算到凡尔赛宫参观的话 可以先透过线上预约及购买门票 再到现场去取票 排队进到宫殿当中 也可以选择戴耳机 听导览及解说 不过要记得 如果要看凡尔赛宫外广阔的花园 则是需要再另外付一笔花园门票的费用哦 总结来说 这座凡尔赛宫在波旁王朝的时代 一直都是主要的权力核心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了西元1789年 因为在这一年 响应法国大革命的民众高举自由的旗帜 他们把国王路易十六挟持到了巴黎 凡尔赛宫作为皇宫的历史 也在这时候画下了句点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凡尔赛宫被民众多次洗劫 皇宫里的豪华家具 摆设 壁画都被洗劫一空 剩余的艺术品则被运往罗浮宫 有一些家具则是被拍卖 我们可以说 这座宫殿承载了波旁王朝的盛事 也见证了波旁王朝的衰落 并且在往后的日子里 这座宫殿同样记载了 许多重要的历史大事 例如西元1872年 由普鲁士王国带领的德国统一运动 在统一运动过程当中 普鲁士打赢了法国 普法战争之后 普鲁士的威廉仪式选择在凡尔赛宫 进行他的登基大典 他所建立的帝国就是赫赫有名的德意志帝国 而战败的一方则是拿破仑三世 他是大家熟知的拿破仑的侄子 路易拿破仑 而威廉仪式为什么要选择在凡尔赛宫登基呢 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认为 一个德国皇帝可以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登基 是相当荣耀的一种象征 同样的也是将法国的自尊心 踩在脚底下的一种表现 此外 在一次大战结束之后 1919年 曾经开了一场著名的巴黎和会 战胜国的代表聚集在法国巴黎 彼此协商如何来严惩战败国 还有分配领土 以及其他战胜国需要的好处 其中 对于德国严格惩罚的凡尔赛条约 就是在凡尔赛宫的径庭所签订的 在凡尔赛条约当中 要求德国需要交付巨额的赔款 还有军事扩张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这条条约重创了德国人的自尊心 所以在一次大战结束后 德国出现了一个乱世小熊希特勒 他以撕毁凡尔赛条约为诉求 掳获了许多德国民众的心 这些应该算是凡尔赛宫的后续故事了吧 聊到这边 凡尔赛宫的故事也差不多结束了 在下一集 我们的法国史要登场的主角 就是赫赫有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 从刚才的分享中 想必你对于静庭留下了深刻印象吧 的确 在路易十四的生活中 有一些重要的日常步骤 都会发生在静庭里面 关于这位显赫君王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我们就期待下集的相会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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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